小朋友们好,欢迎来到宁老师课堂。 通过学习中国古代神话故事, 我们认识了夸父、后裔、牛郎、织女等等经典的人物形象。 今天我们来认识一个新的人物, 他叫普罗米修斯。 咦,这个名字怎么读起来比较傲口呢? 我们再来读一次,普罗米修斯。 小朋友们发现了,这个人物好像不是来自中国古代神话故事中的人物, 那他来自哪里呢? 我们赶紧来学习课文就知道了。 本课的学习目标有以下三个。 一,会认会写,本课重点生字词。 二,正确流利有感情的朗读课文, 体会普罗米修斯的勇敢和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, 即献身精神。 这也是本课的学习重点。 三,学习概括课文主要内容的方法, 抓住有关语句,揣摩人物的心情。 这也是本课的学习难点。 我会写,我们一起来写一写。 第一个字是悲,悲伤,悲惨的悲,加一加, 非加心等于悲。 那么我们在写的时候, 宁老师很好奇,你们写非字的笔顺是怎么写的? 先写数,再写三横,然后写数,再写三横。 很好,一起来写悲。 第二个字是惨,惨淡,悲惨的惨,加一加, 树心旁加餐,等于惨。 那么在写的时候,我们要注意右边的餐, 铁折点,大,然后再写三撇。 这个大要写得舒展一些,一起来写惨。 树心旁是点点树,先两边在中间。 这个字念,瘦,它是一个翘舌音, 生母是狮,野兽,猛兽的兽。 这个兽字啊,宁老师在批改作业的时候呢, 发现很多小朋友,发现很多小朋友会出现错误。 于是呢,我就带领小朋友们编了一首小小的口诀。 来,我们来按照它这个部件从上到下的顺序, 给它编一个口诀。 到八田里,一口寿。 记住了没有,你看,到八田里, 有个田字,一口寿。 我们边念口诀,边写寿寿字吧。 到八田里,一口寿。 或者到八田下面,一口寿,更科学。 到八田下一口寿。 好,这个字念,佩,佩服,敬佩的佩。 佩字在写的时候哪里容易错啊? 对了,右边,我们仔细观察一下。 左边是单人旁,右边呢, 撇横斜勾,里面是一横加一个毛巾的金。 它不是硬币的币,不是撇, 也不是单纯的一个毛巾的金。 上面还有一横,我们来写一写配字。 这个字念,坚,它是一个钱笔音。 育母是钱笔育母安。 坚可以组词坚持,坚强。 写坚字的时候哪里容易出错呢? 对了,有的小朋友不小心会把它写成树, 横竖的树。 那么它下面是一个土字, 上面是树树加一个右, 下面是个土。 我们一起来写一写尖字。 这个字念为, 为反的为, 为字加一加, 它右上角呢,也是一个为, 然后是走之尔, 我们先写为, 再写走之尔。 这个为是两横加横折钩, 写竖, 一起来写为字。 这个字念, 抗, 抗争, 抵抗的抗, 是一个后笔音, 育母是按, 加一加, 提手旁加抗, 等于抗, 抗份的抗, 这个右边的部件是。 好, 那么抗字就是点横, 下面一个几, 一起来写抗。 这个字念, 这个字念环, 环, 环它的生母是喝, 玉母是钱比玉母, 鞍, 环可以组词环境, 境是后笔音, 环绕, 加一加, 王加布, 等于环, 注意了, 左边是一个王字, 也可以记呢, 王后的花环, 我们可不要写成坏字去了。 这个字念锁, 它是一个平舌音, 生母是丝, 锁可以组词锁门开锁, 锁加一加金字旁, 加上面的这个小, 加一个背, 就是锁, 上面的竖点撇, 我们要注意这个方向。 好, 锁, 它是一个平舌音, 生母是平舌音, 丝锁, 锁可以组词锁门开锁, 我们观察一下, 锁字哪些地方容易出错呢? 我们在写的时候, 金字旁它是撇横横横, 是三横, 再写竖题, 右边呢, 上面是竖点撇, 点撇这里是倒八, 我们可不能写成小字, 下面是一个宝贝的背, 一起来写锁。 这个字念记, 既然的记, 这个记字, 我们在学习的时候啊, 很多小朋友会和吉时的吉弄混淆, 无论是读音, 还是在写的时候, 那今天我们可要仔细看好了, 既然的记和吉时的吉呢, 左边是一样的, 横折横横, 竖题点, 那么既然的记右边, 它是横竖折撇竖弯钩, 注意这里是竖折, 它也不是一个无字, 要注意这两个地方, 我们一起来写近。 这个字念很, 它是一个钱笔音, 运母是钱笔运母很, 狠心凶狠的狠, 这个狠字和哪个字特别像啊? 对了, 和狼特别像, 那么狼把那一点去掉, 我们说狼去掉了一点呢, 还是很凶狠, 把狼去掉点, 依然很凶狠, 依然凶狠, 狼去点依然凶狠, 这个字念柱, 它是一个翘舌音, 圣母是知, 柱, 柱名, 柱做的柱, 加一加, 草字头加者, 等于柱, 在写的时候要注意这个者字的横啊, 比草字头的横还要再长一点, 一起来写柱字, 这个字念愤, 愤可以组词气愤, 愤怒, 左边是一个树心旁, 右边我们看怎么写, 上面很像一个花卉的会, 横树横, 不过这个全部改为了树树, 下面是一个宝贝的被, 一起来写份子, 这个字念货, 圣母是喝, 收获, 获得的货, 这个字, 它是什么结构, 上下结构, 上下结构意味着什么呢, 意味着我们这个横犬旁, 不能写在草字头的左边, 得写在它的下方, 然后右下角是一个犬字, 记住了吗, 或是一个上下结构的字, 我们一起来写一写, 我会认, 这个字念斯, 它是平舌音, 生母是听舌音斯, 斯文也是我们课题普罗米修斯的斯, 道, 海道, 道, 海道的道, 败, 失败的败, 这个字念成, 生母是翘舌音吃, 育母是后比育母嗯, 惩罚, 惩戒的成, 有不少人呢, 喜欢读第三声, 惩罚是不对的, 应该读第二声, 惩, 环是一个多音字, 它还可以念还, 还有的还, 念环的时候呢, 生母是喝, 育母是钱比育母鞍, 环疏的环, 树是一个翘舌音, 生母是师, 宽束的树, 糟是一个平舌音, 生母是滋, 遭遇的糟, 这个字念恶, 凶恶的恶, 你们知道它还有其他哪些读音呢? 你们知道它还有其他哪些读音吗? 对了, 它还可以念恶, 恶心的恶, 还有恶, 厌恶的恶, 背景资料, 我们来了解一下故事当中的这些人物, 宙斯, 它是谁呢? 是希腊神话中的主神, 罗马神话中呢, 称为朱碧特, 提坦神克洛诺斯之子, 这里有个名字, 我们在读的时候啊, 要注意停顿, 否则不好转变, 你看克洛诺斯, 一个洛, 一个洛, 中间稍停一点, 缓冲一下, 就读得好了, 曾率众神, 于奥林匹斯山建筑坚固堡垒, 向以其父克洛诺斯为首的提坦诸神开战, 我们在读这个国外的比较长的地名, 还有人名的时候呢, 要学会巧妙的停顿, 历时年, 终于推翻提坦神系, 而建立奥林匹斯神系, 威力无边, 能随意降祸赐福, 并掌管雷电云雨, 是诸神和人类的主宰, 普罗米修斯, 也就是我们这, 普罗米修斯, 也是我们这篇课文题目中, 提到的人物, 他是谁呢? 希腊神话中造福人类的神, 他是人类的老师, 凡是对人类有意义的, 能够使人类幸福的, 他都交给人类, 但最高的天神宙斯, 却要求人类只敬奉他, 普罗米修斯, 盗火种的行为, 触怒了宙斯。 好, 我们了解了这些人物的关系之后呢, 我们来学习课文, 很久很久以前, 地面上没有火, 人们只好吃生的东西, 在无边的黑暗中, 渡过一个又一个长夜。 这自然段告诉我们呢, 没有火, 人们的生活是悲惨, 痛苦的, 这是普罗米修斯拿取火种的原因, 衬托了普罗米修斯的善良。 就在这时候, 有一位名叫普罗米修斯的天神, 来到了人间, 看到人类没有火的悲惨情景, 决心冒着生命危险, 到天上去盗取火种。 决心, 说明普罗米修斯一定要拿取火种, 表现了他坚定不移的意志。 小朋友们, 你们下定过什么决心呢? 有的小朋友说, 他下定了每天要坚持游泳的决心。 还有的小朋友说, 他下定了一定要成绩要有进步, 每天写完作业要检查的决心。 冒着生命危险, 说明拿取火种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, 但普罗米修斯还是下定决心去做, 表明了普罗米修斯勇敢善良的品质。 有一天, 当太阳车从天空驰过的时候, 普罗米修斯跑到太阳车那里, 从喷射着火焰的车轮上, 拿了一颗火星带到人间。 自从有了火, 人类就开始用它烧熟食物, 驱寒取暖, 并用火来驱赶危害人类安全的猛兽。 喷射着火焰, 再一次说明普罗米修斯是冒着生命危险, 取回火种的。 跑,拿,带, 这几个连续的动词, 准确地写出了普罗米修斯取火的经过, 突出了他的勇敢。 啊, 原来我们描述一件事情的时候, 是可以连续使用不同的动词的。 得知普罗米修斯从天上取走火种的消息, 众神的领袖宙斯气急败坏, 决定给普罗米修斯以最严厉的惩罚, 吩咐火神立即执行。 气急败坏, 立即。 形象地表现了宙斯, 知道普罗米修斯从天上取走火种的消息后, 爆跳如雷的样子, 突出了宙斯的霸道专制和冷酷无情。 那下次我们在形容一个人非常生气的时候, 可以用上暴跳如雷, 也可以用上气急败坏。 火神赫怀斯托斯, 好, 这里我们读慢一点, 赫怀斯托斯, 对, 遇上这种不熟悉的人民呢, 我们可以在脑海中看一看哪里可以停顿, 也可以停下来多读几遍, 把它读熟练。 火神赫怀斯托斯很敬佩普罗米修斯, 悄悄对他说, 只要你向宙斯承认错误, 归还火种, 我一定请求他饶恕你。 这一段是语言描写, 从火神的言语中, 我们知道, 普罗米修斯拿取火种之举, 是正义的, 也是勇敢的, 婴儿火神, 婴儿火神敬佩他, 从中可以看出, 火神也是富有正义感的神。 普罗米修斯摇摇头, 坚定地回答, 为人类造福, 有什么错? 我可以忍受各种痛苦, 但绝不会承认错误, 更不会归还火种。 绝不会, 更不会。 说明普罗米修斯敢于坚持正义, 他认为对的事就义无反顾地去做, 不为强权, 勇于牺牲。 从他的语言中, 可以看出他是个真正的英雄。 我们一起也用坚定的语气来读一读普罗米修斯拒绝火神的话。 普罗米修斯摇摇头, 坚定地回答, 为人类造福有什么错? 我可以忍受各种痛苦, 但绝不会承认错误, 更不会归还火种。 火神不敢违抗宙斯的命令, 只好把普罗米修斯压到高加索山上。 普罗米修斯的双手和双脚带着铁环, 被死死的锁在高高的悬崖上。 他既不能动弹, 也不能睡觉, 日夜遭受着风吹雨淋的痛苦。 尽管如此, 普罗米修斯就是不向宙斯屈服。 死死的既不能也不能, 说明宙斯对普罗米修斯的惩罚很残酷, 表现了宙斯的手段残忍而恶毒。 不向宙斯屈服, 说明普罗米修斯有不畏强权的精神, 他只为什么呢? 只为人类造福。 狠心的宙斯又派了一只凶恶的旧鹰, 每天站在普罗米修斯的双膝上, 用他尖利的嘴巴着拾他的肝脏。 白天, 他的肝脏被吃光了, 可是一到晚上, 肝脏又重新长了起来。 这样, 普罗米修斯所承受的痛苦, 永远没有了尽头。 这种惩罚让普罗米修斯生不如死, 表现出宙斯的手段十分残忍, 同时更衬托了普罗米修斯的英雄形象。 许多年来, 普罗米修斯一直被锁在那个可怕的悬崖上。 许多年说明什么呀? 说明时间长, 但普罗米修斯依然没有向宙斯屈服。 有一天, 著名的大理事赫拉克勒斯经过高加索山, 他看到普罗米修斯被锁在悬崖上, 心中愤愤不平, 便晚宫搭建, 射死了那只旧鹰, 又用石头砸碎了锁链。 这里塑造了一个不仅力气大, 而且非常有正义感, 敢作敢为的大力神形象。 普罗米修斯, 这位敢于从天上盗取火种的英雄, 终于获得了自由。 这个破折号起的是解释说明的作用, 强调说明了普罗米修斯这位英雄, 终于获得了自由。 那除了这句话, 你们还能想到哪一些破折号起解释说明作用的句子呢? 有的小朋友说, 他想到的这就是我们班上的小歌星, 破折号文文。 是对的。 看拼音写词语, 我们来看一看第一个词语, 悲惨, 野兽, 消失, 如果有你曾经写错过的, 好, 我们想一想宁老师刚才, 宁老师刚才教给你们的一些小技巧, 小歌诀, 敬佩, 坚定, 违抗, 既然, 既然和即使, 我们要分清, 气急败坏。 课文中的这几位神, 给你留下了怎样的印象? 普罗米修斯是一个真正的英雄, 他有正义感, 不畏强暴, 善良。 宙斯冷酷无情, 心狠手辣, 火神呢, 他是一位有正义感的神, 但是他很软弱, 他不敢反抗宙斯对普罗米修斯的残忍酷刑, 赫拉克勒斯不仅有力气, 他还有正义感, 敢作, 敢为。 天神普罗米修斯, 为解除人类没有火种的困苦, 勇敢地拿取天火, 结果呢, 惹怒了众神领袖宙斯, 被所悬崖, 受尽苦难, 最后被大力神所救, 本文赞扬了普罗米修斯, 不畏强权, 为造福人类, 不怕牺牲一切的伟大精神。 那学到这儿, 小朋友们, 你们脑海中, 显现出的是什么样的画面呢? 有的小朋友啊, 他深深地被, 他深深地被普罗米斯的行为所感动, 还有的小朋友呢, 他树立下了他远大的志向, 从现在开始, 他要学好知识, 长大以后, 用知识, 用法律来保护自己, 武装自己, 来做一个更有正义感的自己。 小朋友们, 你们加油, 令老师看好你们哦, 这节课就上到这儿了, 小朋友们再见。